变眨眼睛咱们看几秒钟能把前面这个焊锡融化 我从按这个开关开始计时 一二三开始 看这 不到三秒钟 我用的是大有的电锤这个电池供电 20伏的电池 看一下我这个接线单子是怎么做的 两个接线单子焊到这个导线上 然后这边是个Type-C这个口 这个焊笔呢主打就是便携 比这个记号笔还要细 和咱们平时用的写字这个笔差不多 它可以用支持PD协议的充电器来给它供电 也可以用这种充电宝给它供电 还可以用这个电动工具这个电池供电 最高功率呢能达到100瓦 看你什么充电器啊 像这种65瓦的充电器 它最多就是65瓦 但这个电池供电的话 峰值能达到100瓦 再看这个烙铁啊和刚才的不一样了 我这个头看 倒马蹄 这个的话开机 这个的话你三秒钟肯定是不行的 大概得30秒它才能达到摄定温度 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头太大了 别看它小 它威力一点都不小 这是个焊锡 咱们看一下 用这个大马蹄的话 来对付这个焊锡很轻缩啊 你看放上去 睡间 看见没 它就融了 所以说你焊大脸的焊点的话 你用这个大马蹄 它还有一个功能我比较喜欢 就是这个休眠功能 你看现在这边有个点是吧 当咱们不用的时候 然后我这点一放 你看这个点松手大概两秒钟左右 看 点又消失了 它就进入休眠状态 休眠这个温度你可以自己调啊 然后当你拿起来的时候 你看稍微一拿 看见 立马又变成咱们调到380度了 它升温速度非常快 你使用起来呢 体验就比较好 毕竟它的功率风筝能达到100瓦 不要看现在便宜了 你立马去买啊 不要冲动 这里有啥区别呢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咱们平时选的话 你看我就是用的是T80P 这个是T80 T80P的烙铁头呢 对应咱们市面上的245烙铁头 就是这样的 T80它对应的是210烙铁头 它210的烙铁头呢 就比较小 它适合比如说修手机啊什么的 那个零件非常小 用这个210烙铁头 咱们平时修电路板的话 选这个T80P 这个大马蹄 这是我另买的 换烙铁头很简单 把这个拔掉 直接换上去 咱们普通的刀头就是 就是这样的嘛 往里头一塞就可以了 具体参数 你可以点开视频下面的链接 看一看啊 现在是活动期 比平时便宜了好几十 你可以看一下 咱们下期见 拜拜